這一章第七章所要介紹的元件都屬於多寫震盪器 所有的多寫震盪器都只有兩個狀態 設定跟重置 那根據這兩個狀態裡面是有兩個統統是穩定的還是只有一個是穩定的還是 兩個都是不穩定的我們分成三類 第一類稱之為雙穩泰的 第二類稱之為單穩泰 第三類稱之為是無穩泰 那這三類的元件裡面基本上我們在第七章只介紹第一類的元件 第二類跟第三類的元件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不做介紹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因為 第二類第三類這個單穩泰的多寫震盪器跟無穩泰多寫震盪器 嚴格的分類的話不是百分之百的數位的元件 因為要做出單穩泰的多寫震盪器跟要做出無穩泰的多寫震盪器 需要用到電容 那電容不是數位的元件 他是屬於類比的元件 所以有一些書寫的比較嚴格一點的話 他不把 這個單穩泰跟無穩泰的多寫震盪器列為 數位的元件 那至於 雙穩泰的多寫震盪器 等一下 也就是我們這一章要介紹內容 他是百分之百是屬於數位的元件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介紹 這個雙穩泰的多寫震盪器 那雙穩泰的多寫震盪器 在細分下去的話分成兩類 也就雙穩泰bystable的多寫震盪器 如果在細分下去的話分成兩類 第一類 雙鎖 雷群 第二類 正反器 free flop 今天這個雙穩泰多寫震盪器 在細分下去的話有兩類 雙鎖跟正反器 那麼我介紹順序就是先介紹雙鎖類取 類取 介紹完畢之後再介紹正反器free flop 好所以接下來我們開始介紹雙鎖 我們開始介紹雙鎖 那雙鎖的部分呢 我們總共有三個雙鎖要跟各位介紹 總共有三個雙鎖 第一個要介紹雙鎖稱之為是什麼 SR型的雙鎖 第二個要介紹雙鎖稱之為是一個 Gated SR型的雙鎖 那Gated翻譯為所謂雜控 那第三種要介紹雙鎖呢稱之為是這個Gated D型的雙鎖 那雙鎖呢我們總共有三個雙鎖要介紹 第一個SR型的雙鎖 第二個雜控的SR型雙鎖 那第三個雜控的D型雙鎖 那每個雙鎖呢當然 我們要介紹內容呢也會跟各位介紹這些雙鎖 今天稱之為什麼什麼雙鎖它必須要具有什麼功能 這是第一個一定要介紹的 第二個 怎麼做出這個雙鎖出來 這是第二個會介紹的 當然第三個就是看例子例題 那首先我們先看第一個SR型的雙鎖 那SR型雙鎖它的符號圖呢在課本上面圖7之4 那在圖7之4呢 這裏面有兩個圖A圖跟B圖都是SR型的雙鎖 那基本上呢當然首先我個人習慣一定會先跟各位講 名稱稱之為什麼對應到符號圖 一定應該會有怎樣符號圖來畫 那基本上呢 現在所介紹的雙鎖跟等一下要介紹正反器 不管是雙鎖也好 還是正反器也好 都是屬於雙吻它的原件 那我們說 不管是雙鎖 還是正反器對應到符號圖一定都是有這個Q 這個輸出端 那絕大部分的IC 這個Q的輸出端都會提供 兩支給你 其中一支 是採用這個 高鈦智能輸出的規格 另外一支是採用這個 低鈦智能輸出的規格 換句話說 這兩個輸出端的狀態 應該永遠保持相反的狀態 Q高電位Qbar就必須低電位 好這個所有的雙鎖跟正反器一定要具有的輸出 那今天一個雙鎖 我稱之為是這個 SR型的雙鎖 就是它的輸入有S跟R兩支結角 有S跟R兩支結角 當然S跟R這兩支結角呢這個輸入端呢你可以採用 高鈦智能的這個輸入的規格 你也可以採用低鈦智能 低鈦智能的這個 規格都可以 那在符號圖上面區別 我們以前都介紹過 差別就是有沒有這個圓圈 好那我看一下SR型的雙鎖 必須具有怎樣的功能 也就是在課本上面圖7之一的 增值表 圖7之一的增值表 那我們看一下螢幕上半部這個增值表 螢幕上半部這個增值表是對應到前面這頁投影片的左邊這個圖 也就是高鈦智能的這個輸入的SR型雙鎖 那SR型雙鎖是這樣子 如果S這隻腳是在一個智能Active的狀態的話 如果S這隻腳你給他一個智能的訊號Active的狀態的話 就是要把這個雙鎖的狀態切換到 設定的狀態 也就是他的Q要送出高電位訊號 那如果今天呢這兩隻腳呢你只有R這隻腳 給他一個智能的訊號 也就是只有R這隻腳給他一個智能訊號的話 那麼就是要把這個雙鎖的狀態切換到重置的狀態 也就是Q要送出低電位訊號 那如果今天呢 S跟R這兩隻腳 S跟R這兩隻腳 通通都是非智能的狀態 Non-Active S跟R這兩隻腳通通都是非智能的狀態的話 那代表說這個雙鎖的狀態呢 既不要切到設定 也不要切到重置 那意思也就是說 這個雙鎖狀態要保持原狀 No Change 原來 是設定就維持設定 原來是重置就維持重置 今天S跟R都是 非智能狀態的話 這個雙鎖就保持原狀 那其實這個就是一個 記憶的能力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記憶的能力 你把它 如果他原來是設定 他就可以永久維持設定 如果他是 重置他就可以永久維持重置 其實這就是一個記憶的能力 那最後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SR型的雙鎖 SR型雙鎖 S跟R這兩隻腳 你千萬千萬不可以兩隻腳同時 都給他一個智能的訊號 這兩隻腳你絕對不可以同時給他一個智能的訊號 等一下我們會介紹 如何做出SR型雙鎖 那從那個線路圖你就可以發現到一件事情 如果S跟R你同時給他一個智能訊號的話 結果 他的兩個輸出端 Q跟Qbar 竟然會相同 那這是一個不合理的輸出 這是一個不合理的輸出 你的Q跟Qbar輸出應該怎樣 要相反 所以SR型雙鎖 這個組合是絕對不可以使用的 SR型雙鎖這個組合絕對你不可以使用 兩隻 也就S跟R同時都給一個 Active智能訊號的這個組合 是絕對不可以使用的 因為他會送出一個 不合理的 輸出的訊號 好 那這個是 高態 智能速度的SR型雙鎖 那至於低態智能速度SR型雙鎖 各位可以自行看一下 因為正好只是通通顛倒而已 換句話說 高電位跟低電位之間 正好通通完全顛倒而已 那這是表格7-1 介紹是SR型雙鎖應該要具有怎樣的功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請問怎麼樣才能夠做出一個SR型雙鎖 那答案在課本上面圖7-1 你只要用兩顆邏輯雜就可以做出一個SR型雙鎖 圖7-1裡面的A圖 是 高態智能輸入的SR型雙鎖 B圖是低態智能輸入的SR型雙鎖 那我們只 跟各位做 高態智能輸入的SR型雙鎖的說明 至於B圖各位可以自己去看 那 7-1裡面A圖呢 告訴我們說只要用兩顆反貨雜 可以做出一個 SR型雙鎖 那我們看一下這兩顆反貨雜為什麼這樣子接之後呢 就會 他的這個功能呢就會是我們所要的SR型雙鎖 那後面有補充幾頁投影片就在解釋 他確實沒有錯 他的運作會滿足我們先前所講的SR型雙鎖的增值表的要求 那我們看一下這頁投影片左邊的圖 這頁投影片左邊的圖是說 如果今天SR型雙鎖 今天這個SR型雙鎖呢 如果你S這隻腳你給他一個智能的訊號的 也就S是高電位 然後R這隻腳你給他一個 非智能的訊號 也就是低電位的話 那根據我們先前增值表的敘述 這個時候這個雙鎖的輸出 應該會變成是設定的狀態 那我們來解釋一下 確實沒有錯 他確實會變成是設定的狀態 那為什麼他會是設定狀態呢 請各位看一下左下角 看一下下面這一顆 我們看一下下面這一顆 反貨閘 下面這個反貨閘其中有一個輸入端 已經確定是高電位 一個反貨閘 只要有任何一個輸入端是高電位 他的輸出端永遠是低電位 這裡已經解釋了Qbar會送出低電位訊號 那現在這個低電位訊號呢 各位看一下這個線拉回去了 把他拉回到上面這一顆反貨閘 使得上面這顆反貨閘 所有的輸入端通通都是低電位 一個反貨閘 當他所有輸入端都是低電位的時候 他的輸出端會送出高電位 那麼這個也證明了這個時候Q 確實是送出高電位訊號 那確實沒有錯 證明了我所講的他的狀態 是在一個設定的狀態 那這是左半部 右半部呢是改成什麼 右半部是改成就是說如果R這隻腳你給他一個智能的訊號 然後S這隻腳你給他一個非智能的訊號的話 那根據前面增值表的介紹 這個SR型雙所他的狀態應該會變成是 重置的狀態 也就是Q會等於0 Q bar會等於1 那麼這個部分的說明各位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因為事實上右邊這個圖跟左邊這個圖正好怎樣 上下完全正好對稱顛倒對不對 所以右邊這圖就麻煩各位自行去分析 好那我們再看下一頁補充的這個圖 下一頁補充的圖看一下左邊 這個圖 左邊這個圖是說如果 S跟R 這兩隻腳你都給他什麼 都給他非智能的訊號 S跟R這兩隻腳都給他非智能訊號 那根據 我們先前所介紹的這個增值表 如果S跟R都給他非智能訊號的話 這個雙所的狀態應該是會保持原轉 我們來解釋一下為什麼這個時候他會保持原轉 我們把左邊這個圖 放大來看一下 這個時候他應該會保持原轉 那這個時候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時候呢 這兩顆 反貨雜 都有相同的狀況 怎樣相同的狀況 其中一個輸入端確定都是 低電位訊號 其中一個輸入端確定都是低電位訊號 一個兩個輸入的 反貨雜 當其中一個輸入已經確定是低電位訊號 那麼請問一下 這個時候這個反貨雜的輸出端 跟他的另外一個輸入端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那如果各位把過去第3章所講的反貨雜的這個 增值表拿出來分析一下的話 其實各位可以發現到一件事情 這個時候這個反貨雜的輸出的訊號 完全由另外一個輸入的訊號來決定 而且之間正好是一個補助的關係 之間正好是個補助關係 那這也就是我在投影片上面製作的時候呢 各位可以發現到我這裡畫了一個虛線 畫了一個虛線就是告訴你說這個時候 他的輸出端的訊號完全由這個虛線所告訴你這個輸入端的訊號 來做決定 然後各位又可以發現到其實這都很簡單 這裡有一個圓圈 其實告訴你什麼事情 告訴你說輸出的訊號跟輸入訊號之間有一個什麼關係 補助的一個關係 所以現在上下這兩顆反貨雜都有相同狀況 所以各位我們可以發現到一件事情 如果Q假設原來是高電位的話 這個高電位 經過這條線回傳下來來到這邊Q是高電位 然後呢 會使得這裡Qbar變成什麼 變成是低電位 那這個Qbar低電位的經過這條線回傳到上面這顆反貨雜 也就是說這裡是低電位 然後呢會使經過這個反貨雜之後又是高電位了 對不對 所以 這樣子分析的話其實很清楚告訴各位一件事情 如果Q原來是高電位他絕對永遠維持高電位不會變 如果Q原來是低電位他也絕對永遠維持是低電位不會變 那這就解釋了 S跟R都是非智能的話 那麼這個雙鎖狀態會維持 圓轉 也就是具有這個記憶的能力 那這是左邊這個圖 接著我們看一下右邊這個圖 右邊這個圖是說 S跟R 這兩隻腳 你同時都給他什麼 同時都給他智能的訊號 那麼我們先前講過了 SR型雙鎖 這個組合你千萬不要用到他 因為他會產生不合理的輸出 那從這裡其實很簡單的很快的我們可以看出來 他會產生不合理的輸出 為什麼 因為現在這兩顆 反貨雜 一樣有相同的狀況 什麼相同狀況 其中一個輸入端 都是高電位 一顆反貨雜 只要有任何一個輸入端是高電位 他的輸出端永遠是低電位 所以這兩隻腳 永遠都送出低電位訊號 那這是怎樣 這是一個不合理的輸出 這是一個不合理的輸出 所以 雙鎖你S跟R 這兩隻腳永遠 絕對不可以給他同時都是Active智能訊號 因為會產生不合理的輸出 所以這個組合永遠都是一個 你要避免使用的組合 好那這個是補充解釋 這兩頁補充的投影篇就是跟各位解釋 為什麼這樣的一個線路 就可以做出來一個 SR型的雙鎖 SR型雙鎖怎麼做 介紹完畢之後接下來我們看一下例題 練習一下SR型雙鎖的功能 也就在有怎樣輸入的時候就應該會有怎樣輸出 那這個例子是說給各位一個SR型雙鎖 當然這個符號圖很清楚告訴各位件事情 題目所給的這個SR型雙鎖是 低鈦智能輸入 的SR型雙鎖 那麼這個雙鎖呢他的所有的輸入端的波形 所有輸入端波形 通通已知 還有這個雙鎖的初始狀態 Initial 這個初始狀態也已知 假設初始狀態是在重置的狀態 也就假設 在時間剛開始的時候 Q呢 是等於低電位 他的初始狀態假設已知 那請各位分析一下 他的輸出端的波形 會怎麼變化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碰到雙鎖的話 我們如何來分析 那碰到雙鎖的話基本上呢 你要注意件事情 你第一件事情要先檢視 我們所拿到的這顆雙鎖 他的輸入是採用高態智能還是低態智能 我們這個例子 所用的雙鎖是一個低態智能的輸入 所以換句話說各位要去檢查 S這隻腳 什麼時候會是低電位 以及R這隻腳什麼時候會是低電位 因為低電位的時候 代表是一個智能的狀態 我們去檢查S這隻腳什麼時候低電位 以及R這隻腳什麼時候低電位 那S這隻腳什麼時候低電位呢 在螢幕上面我們都已經用紅色筆標示出來 然後呢我們再檢查一下 R這隻腳什麼時候會是低電位 也就檢查一下 R這隻腳什麼時候他是在一個智能active 那也就螢幕上面的綠色箭頭所指的這幾段 綠色箭頭所指的這幾段呢 R這隻腳都是低電位 S這隻腳都是高電位 那意思也就是說呢 R這隻腳是在一個智能的狀態 所以這個雙鎖應該切換到 重置的狀態 也就螢幕上面我用綠色筆 所寫的這些R 那代表說這個時候雙鎖應該都要送出 低電位 訊號 好那到這為止 雙鎖什麼時候會送出高電位 也就設定 什麼時候送出低電位 也就重置 我們通通找出來了 那麼所有其他的部分呢 所有其他還沒分析到的部分 應該是怎樣 所有其他我們還沒分析到部分 就是S跟R都是怎樣 都是高電位的部分 那S跟R都是高電位部分 也就是S跟R都是怎樣 都是非智能的 狀態 那意思也就是說 雙鎖的狀態 應該保持圓狀 那哪些地方 是屬於這個 也就是我們現在螢幕上面用這個 藍色筆 所標示的這 幾段 用藍色筆 所標示的這幾段 就所有其他 還沒有分析到的部分 所有其他還沒有分析到部分 那所有其他還沒分析到部分 就S跟R 都是 非智能的狀態 那所以雙鎖狀態應該保持圓狀 所以例如說低段 低段 原來是低電位 所以保持低電位 接下來這一段 原來是高電位 所以保持高電位 接下來這一段 原來低電位 所以保持低電位 再接下來這個 原來高電位 所以保持什麼 高電位 那依次類推 後面各位就自行練習 所以藍色 箭頭所指的這幾段 因為S跟R都是非智能的狀態 所以這個雙鎖狀態 應該是要保持圓狀 他之前是高電位 就維持高電位 之前是低電位 就維持低電位 那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把所有的部分 統統分析完畢 當然就可以把 這個雙鎖 完整的 輸出端的波形 把它分析出來 那這是SR型雙鎖的例子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SR型雙鎖的應用 那SR型雙鎖的應用呢 這是一個非常基本的應用 用在什麼地方 接觸 彈跳 消除器 接觸彈跳 消除器 那什麼叫做一個接觸彈跳 首先我們要先說明一下 什麼叫做接觸彈跳 Contact Bounce 那基本上所有機械式的開關 絕對有接觸彈跳的問題 例如說我們這個教室裡面 牆壁上面用來控制日光燈要不要亮 以及控制這個 調上要不要轉 所有這些開關都是屬於 機械式的開關 那各位在實習課裡面呢 所用那個萬用主機測試台 上面也有很多 你要去撥動的開關 或是要 按下去的開關 那所有這些開關都是屬於 機械式的開關 那機械式的開關的運作原理 就只有一樣 就只有一樣東西而已 就是兩個 導體之間 你是要讓它接觸 還是分開而已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螢幕左上角 這個圖 課本上面圖7-6 那麼這裡 是一個機械式的開關 那麼這個機械式的開關 你如果把它切到 1這個位置的話 你如果切到1這個位置的話 請問一下 A會送出什麼訊號 如果切到1這個位置的話 基本上 A跟D是分開的 然後A跟VCC接在一起 所以A會送出高點位訊號 如果你把它切到2這個位置的話 那麼請問A會送出什麼訊號 因為切到2這個位置 H的話 也就綠色筆所標示的位置 A跟D短路了 所以A會送出什麼 D電位訊號 好 今天假設我要你做一件事情 也就假設這個開關的位置 一開始是在1的位置 請你把它切到2的位置 然後再切回1的位置 那根據剛剛的介紹 剛剛的介紹 當你是在1的位置的時候 這個開關應該要送出高點位訊號 那當你在2的位置的時候 這個開關應該要送出低點位的訊號 所以換句話說 我希望你這個開關 從這個1的位置 切到2的位置 然後再切回1的位置 也就是說我希望 A這個地方送出去的波形 是藍色箭頭所指的這個波形 但是很抱歉 真正送出去的波形 不是藍色箭頭所指的那波形 真正送出去的波形 確實底下紅色筆圈起來這個波形 那也就是說在這個地方 發生了彈跳的問題 Bounce 彈跳的問題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產生 因為所有機械式開關 都有這個問題存在 也就是說 如果再把這個 左上角的圖放大來看的話 原來是在1這個位置 我現在要把它切換到2這個位置 那你切到2這個位置的時候 它們接觸了 兩個金屬片接觸了 但是很抱歉 所有機械的東西 兩個東西接觸之後 一定會彈開 絕對會彈開的 換句話說你接觸之後 其實它會彈開 彈開之後又接觸 接觸之後又彈開 就好像你在籃球上打了 把一顆籃球 就這樣子 放開 打到地上 它一定會彈 彈起來 又掉下去 彈起來又掉下去 一樣 絕對會有這種彈跳的現象 只是這彈跳現象 非常非常小 你沒有感覺而已 如果 你有能力的話 去買一台 非常昂貴的 這個 高速的攝影機 意思也就是說一秒鐘拍攝的畫面 不只只有30格畫面 一秒鐘可以幫你拍攝1000格畫面 高速攝影機 然後這個接觸的地方 想辦法透過放大鏡把它放大去看的話 你確實可以看到 這種彈跳的問題 所以因為它會有這個彈跳的問題 所以產生這個問題 出來了 那這種現象呢 如果說是我們教室裡面這個日光燈電風扇是沒關係啦 因為這個彈跳你根本沒有感覺的 因為這個彈跳非常快可能只有在 發生在0.1秒之內跳個兩次三次而已 但是在數位邏輯系統裡面 這可能會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在數位邏輯系統裡面 可能會是個很嚴重的問題 例如說你如果把A這個東西 接到後面一個所謂技術器 你如果把它接到一個技術器去了 我們在下一章就會介紹技術器了 那介紹技術器之後呢 你本來開關切一次 照理講技術器應該只有加1 但是因為彈跳問題 你開關切一次 技術器會加幾 有可能加2有可能加3 是不是會產生錯誤的答案 對不對 所以你要想辦法把這個彈跳的問題 要把它消除掉 藍色筆圈起來這個地方這個現象 你要想辦法把它消除掉 那這個就是所謂接觸彈跳消除器 那如果把它消除掉 很簡單 各位只要把上面這個線路呢 稍加修改一下 多接一個 雙鎖就可以了 多接一個雙鎖 當然現在這個雙鎖的輸入的訊號 雙鎖輸入訊號還是經過這個開關 提供給他 所以雙鎖輸入訊號會有彈跳的問題 也就是現在用綠色筆圈起來的部分 你雙鎖輸入訊號當然還是由這個開關 來控制 那開關絕對有彈跳的現象 所以你雙鎖輸入訊號一定會有彈跳的問題 但是這個彈跳的訊號呢 經過這個雙鎖之後呢 這個雙鎖好像具有一個過濾的功能 會把這個彈跳部分消除掉 會把這個彈跳部分消除掉 那其實雙鎖為什麼可以把這個彈跳的部分消除掉 他最主要原理是什麼 我只把最主要原理告訴各位 你們可以自行去分析一下 現在所紅色箭頭所指這個部分 是代表雙鎖輸入的訊號有發生彈跳 他雖然輸入的訊號有發生彈跳 但是最主要是利用到什麼 發生彈跳的這幾個時段 雙鎖的狀態 會是怎樣 發生彈跳的時候 紅色箭頭所指的這兩個時段 這兩個時段呢 雙鎖的S跟R 都會收到什麼訊號 都會收到這個非智能 non-active的訊號 都會讓他收到非智能non-active訊號 反正就要說這個雙鎖狀態會維持 原轉 他原來高電位就保持高電位 並不會因為這個彈跳的問題 由高電位跳到低電位去 所以最主要就是利用 彈跳的時候 雙鎖的狀態讓他維持原轉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彈跳的現象 把它 消除掉 使得這個雙鎖的輸出端的訊號完全 沒有彈跳的現象 他就是利用 這個維持原轉的那個組合 那麼這裏就是正反器的一個最基本的應用的地方 用在這個機械式的開關絕對有接觸彈跳的問題 然後呢這個彈跳問題如果消除掉 就是用雙鎖 你就可以把這一個所謂 彈跳 接觸彈跳問題 把它解決掉 好 那有關於SR型雙鎖 我們介紹到這裡 有沒有問題 SR型雙鎖 那SR型雙鎖介紹完畢之後 接下來我們介紹第二顆雙鎖 稱之為是 雜控的SR型雙鎖 也就是名稱上面多了Gated這個字 那中文我們把它稱之為是這個 雜控 這個雜控的SR型雙鎖 那雜控SR型雙鎖 在符號圖上面 跟先前所介紹的SR型雙鎖 當然最主要就是多了 紅色筆所圈起來的這個輸入端 那這個輸入端 各位應該很清楚的很快可以了解到這個EN 其實就是 Enable的縮寫 就是Enable的縮寫 所以雜控的雙鎖 今天任何一種類型的雙鎖 你只要名稱上面有看到 它的名稱 稱之為是雜控的雙鎖的話 就對應到符號圖上面 多了EN 這個輸入端 今天EN這個輸入端 你如果給他一個智能的訊號 EN這個輸入端 你如果給他一個智能訊號 以下螢幕上面所舉的這個例子來看的話 你就是給他一個高電位的訊號 高電位訊號 你給他一個智能訊號 一旦你給他一個智能訊號的話 就是把這個雙鎖的功能啟動 所以這個時候 他的運作 完完全全就跟 我們Sanai傑克所介紹的 SR型雙鎖 完完全全 一模一樣 所以現在綠色筆 所圈起來的這個部分 綠色筆所圈起來的這個部分 就完完全全 跟我們Sanai傑克 所介紹的 SR型的雙鎖 功能完完全全 一模一樣 這是當你EN 你給他一個智能訊號的時候 就是雙鎖啟動 那啟動之後 他就是一個標準的SR型雙鎖 如果EN這隻腳 你給他一個 非智能的訊號 也就是說你給他 一個低電位訊號 一個非智能低電位訊號 你給他的低電位 非智能訊號 也就相當於這個雙鎖 你把關掉 那關掉之後 所有輸入端的訊號 他同同忽略 所有輸入端的訊號 同同忽略 那麼一個雙鎖 如果你把他關掉的話 所有輸入端同同忽略 那麼這個雙鎖呢 他的狀態 會永遠維持 原轉 會永遠維持 原轉 換言之說 輸出端的狀態 永遠會維持 原轉 也就仍然保持在 是一個記憶的 這個狀態之下 好 那這就是所謂 雜控的 SR型 雙鎖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雜控的SR型雙鎖 要怎麼做 才能夠做出來 那答案在 刻本上面的 圖7-8 裡面的 A圖 圖7-8 裡面A圖呢 用了四顆 這個邏輸 這個邏輸 按照7-8 裡面A圖 這樣一個接的話 就可以接出一個 我們三頁同一遍所提到的 雜控的SR型雙鎖 這個圖 這個圖在運作原理呢 其實各位仔細看一下 也就圖7-8 裡面這個A圖呢 這個雜控的SR型雙鎖 線路圖呢 各位仔細跟 圖7-2 裡面所介紹的雙鎖 SR型雙鎖 圖去做一下 比較 那做一下比較的話 其實各位可以發現到 圖7-8 也就是我們現在螢幕上面這個圖 是圖7-8 也就是這個 雜控SR型雙鎖 線路圖 這個線路圖呢 其實紅色 比 所寬起來的這個部分 紅色比所寬起來這個部分 其實就是我們先前所介紹的 低態 智能速度的 SR型雙鎖 各位跟圖7 這去比對一下 你發現到 其實他就是先前所介紹的 低態智能輸入的 SR型雙鎖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只要把一個 低態智能輸入的 SR型雙鎖 在外接 兩顆 邏輯雜 就可以做出雜控的 SR型雙鎖 所以我把課本上面 所以我把現在把課本上面 圖7-8 裡面這個A圖呢 改化成這頁投影片的圖 那改化成這頁投影片的圖 也就是說 其實他就是等於一顆 低態智能輸入的 SR型雙鎖 多加上兩顆 反擊雜 就可以做出一個雜控的 SR型雙鎖 好 我們就來解釋一下為什麼這樣子做 我只要把一個低態智能輸入的SR型雙鎖 多加上兩顆反擊雜 就可以做出一個雜控的SR型雙鎖 我們來解釋一下他的原理 今天如果 1N這隻腳 你給他一個什麼訊號 你如果給他一個智能的訊號 也就是給他一個低電位訊號 我們剛才講過了這個時候呢 應該整個運作會是 變成一個正常的 SR型雙鎖 應該啟動的 變成一個正常的SR型雙鎖 那一旦你給他低電位訊號的話呢 這兩顆反擊雜 這兩顆反擊雜 其中有一個輸入端 抱歉我剛講錯了 這個1N給他低電位訊號的話 抱歉更正一下 剛剛講的不對 今天1N給他低電位訊號的話 應該是一個什麼 非智能的訊號 應該是個非智能訊號 請更正一下 剛剛講的不對 今天你1N給他低電位訊號的話 是一個 非智能訊號 那非智能訊號的話 這個雜控雙鎖應該關掉 雜控雙鎖關掉的話 他的狀態應該永遠保持原轉 那我們解釋一下 為什麼這個時候他會保持原轉 那現在你給他低電位訊號的話 那麼 左邊這兩顆反擊雜 其中有個速度端 確定都是低電位訊號 那麼一顆反擊雜 只要有任何一個速度端是低電位訊號 他的輸出端一定都是高電位訊號 一定都是高電位訊號 那麼這個時候告訴我們說 後面所接的這顆雙鎖 他的這個S這隻腳 跟R這隻腳的狀態是什麼狀態 因為這個時候呢 他兩隻腳都收到 這個高電位訊號 換句話說 這個高電位訊號 都是什麼 都是非智能的訊號 都是非智能訊號 那麼這解釋的後面所接的這個雙鎖 因為他的輸入都是非智能 Nunactive的訊號 所以他的輸出一定會保持 原轉 一定會保持原轉 好那這是解釋為什麼 當1N是非智能的時候 這個雜控的雙鎖一定保持原轉 那接著這頁通編是解釋說 當1N 你給他一個智能的訊號 1N你給他一個智能訊號 也就是給他一個高電位的訊號的時候 那我們知道說這個雜控的雙鎖會被啟動 啟動之後他的運作應該就跟 先前所講的SR型的雙鎖 完完全全一模一樣 那我看一下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1N這隻腳給他高電位訊號 那給他高電位訊號的話 這兩顆反擊雜其中一個輸入端確定都是高電位訊號 那一顆反擊雜當他其中一個輸入端是高電位訊號的時候 他的輸出的訊號完全就根據另外一個輸入訊號來決定 也就是我在投影片上面會有加上一條 虛線的意思 這個虛線就告訴你說 他的輸出完全由哪一個輸入來做決定 那當然最後各位又可以發現到 這裡有個圓圈 這裡有個圓圈 所以換句話說 換句話說 因為這裡多了一個圓圈 所以換句話說 後面所接的這一顆 雙鎖 他的規格 是用低態 智能輸入的規格 但是因為這裡多了一個圓圈 在這個地方 所以來到這邊之後的規格變成是什麼呢 變成是高態輸入的規格了 因為就多了一個圓圈在那個地方 高電位 低電位 顛倒了 所以把 這一個 Active Law 變成是 Active High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解釋了 今天 當你 1N 這隻腳 你給他一個智能的訊號的時候 那麼這個時候 這兩隻腳的訊號 像紅色筆圈起來 這兩隻腳的訊號 100%都可以送進去 後面所接的 這顆雙鎖 100%都可以送進去 後面所接的 這顆雙鎖 那這就解釋了 我們先前所講的 一個雜控的雙鎖 當1N 你給他 智能訊號的時候 相當於這個雙鎖是啟動的 那我現在所介紹的這個雜控的雙鎖是SR型的雙鎖 那麼你啟動之後 他的功能應該就是一個SR型的雙鎖 好 那這兩頁投影片 是解釋 是解釋這個課本上面 7-8A 這個圖 為什麼 這樣子接 他的功能就會是一個雜控的SR型雙鎖 那雜控的SR型雙鎖 線路圖介紹完畢之後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立體 雙鎖的輸出端 Q的波形 把他正確的分析出來 那我看一下 這個是一個雜控的雙鎖 那碰到雜控的雙鎖呢 你在分析他的輸出的時候 我們會如何來分析呢 那雜控的雙鎖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雜控的雙鎖 那碰到雜控雙鎖 各位在分析的時候 只要去分析 EN這隻腳是在 ACTIVE的時候 你只要針對 EN這隻腳是在 ACTIVE的時候 去做分析 就夠 那我們 這個題目 所給的 EN這隻腳 是一個 高態智能 高態智能 輸入的 EN這隻腳 所以各位 只要去抓 他在 高電位 的時候 只有 EN這隻腳 是在高電位 時候 這個雜控雙鎖才會啟動 所以你只要去分析 這個時候的S跟R 會送 什麼訊號 只有針對這些地方去看S跟R就夠了 其他地方的S跟R完全忽略 你根本不需要去分析 好 所以現在只有螢幕上面紅色箭頭所指的這幾段 你需要去檢查 我S跟R送什麼訊號進去 例如說 D段 S是高電位 R是低電位 那這告訴我們說 這個雙鎖的狀態 應該怎樣 因為S是高電位的關係 這個雙鎖狀態應該會切換到設定 也就是輸出應該要送出高電位訊號 那同樣的 我們看一下第2段 例如說 接下來這個第2段 那第2段呢 你看一下S跟R 分別 是什麼訊號 那第2段呢 我們發現到 R是低電位 S是高電位 抱歉 寫錯了 第2段這個地方呢 我們分析之後 結果S 低電位 R高電位 那麼這個R高電位呢 告訴我們說這個雙鎖狀態要切換到重置 也就是Q應該要送出低電位的訊號 好 那同理一子類推下去 第3段 請各位去分析一下 那第3段分析出來 結果是設定 所以應該要變成高電位訊號 那我們解釋一下第4段 第4段呢 你去檢查一下 S跟R 發現到S跟R都是低電位 發現到S跟R都是低電位 那這告訴我們說雙鎖狀態應該保持原狀 那雙鎖狀態要保持原狀 那到底是高電位還是低電位 那這個部分我們可以留的最後面再來看 所以到現在為止呢 我們已經確定了答案有哪幾段 我們已經確定答案是像紅色筆所標示的這幾段 答案已經分析出來了 紅色筆所標示的這幾段 答案已經分析出來了 至於 綠色筆圈起來這一段 我們知道說保持原狀 但是高電位低電位 等一下再分析 那至於所有其他的部分呢 所有其他的部分 也就是說我現在用例 例如說這一段 所有其他的部分 所有其他部分 那麼所謂所有其他部分就是1N是低電位的部分 雙鎖永遠是被關掉 換句話說雙鎖永遠應該怎樣 保持原狀 對不對 好那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開始把 正確的答案 從頭到尾 統統把他畫出來 題目告訴我們說一開始 初始狀態 假設是重置 低電位 低電位保持原狀 對不對 那紅色這一段 我們剛剛答案已經出來了 然後接下來這裡 因為原來是高電位 保持原狀 在接下來這裡 因為原來是低電位 保持原狀 在接下來 因為這原來是高電位 所以保持原狀 那這樣子你就可以把 從頭到尾的波形 把它分離出來 好那這是 這是課本上面的例題 練習這個雜控的 SR型 酸鎖 好那雜控的SR型酸鎖 我們介紹到這裡 同學有沒有問題 雜控的 SR型酸鎖 GATED D類型 那雜控的SR型酸鎖 介紹完畢之後 接下來我們介紹 雜控的D型酸鎖 GATED D類型 那當然 今天 講到D型酸鎖 就是輸入端 有D 這隻腳 那今天講到說是一個 雜控的酸鎖 就是有這個 EN 這隻腳 那其他的部分 都跟先前所介紹的 雜鎖 一模一樣 那我們看一下 雜控的D型酸鎖 他的真值表在課本上面 基本上 課本上面圖7-10 有他的符號圖 那至於他的真值表呢 基本上在這裡或者可能 課本上面有沒有不太清楚 你可能看一下 那我們看一下 當然 EN這隻腳的用法 所有雜控的雜鎖 這個EN這隻腳用法都一樣 不管是 哪一個 哪一個類型的雜鎖 EN這隻腳用法都是一樣 意思也就是說什麼 如果EN這隻腳 你給他一個 非智能的訊號的話 也就是給他一個 低電位的訊號的話 那麼 這個雜鎖是關掉的 那關掉之後呢 這個雜鎖的狀態 永遠是保持 原轉 永遠保持原轉 那 至於這個EN這隻腳 你如果給他一個智能的訊號 也就是說 你給他一個高電位的訊號 給他一個高電位訊號 那麼這個時候 這個雜鎖是啟動的 那雜鎖啟動之後呢 當然這個時候這個雜鎖應該是個 D型的雜鎖 D型的雜鎖 那D型的雜鎖 它要求怎樣的一個功能 那D型的雜鎖呢 因為他的輸入 只有一隻腳 他的輸入只有一隻腳 D 所以基本上呢 就是他利用D這隻腳 來控制這個雜鎖的狀態 是要 變成設定 還是要變成重置 如果D這隻腳 你給他一個智能的訊號 也就是對應到這個真子表面 我D給他高電位的訊號 那麼就是要這個雜鎖狀態 切到設定的狀態 也就Q要送出高電位訊號 那如果這個 D這隻腳你給他一個非智能的訊號 也就對應到這個真子表面 我D是給他一個低電位訊號 那麼就是要把這個雜鎖狀態切到重置的狀態 也就是Q要送出 D電位訊號 那麼這個就是D型雜鎖的 要求的功能 只用D這隻腳 看D這隻腳是不是Active 來控制 這個雜鎖的狀態 是要切到 設定 還是要切到重置 那麼這就是所謂雜控的D型酸素 那請問一下雜控的D型酸素 如果要你自己做的話 怎麼做 才做得出來 那這個答案 那這個答案在課本上面 圖7-10 里面 那圖7-10里面呢 這個線路圖 我們現在螢幕上面是圖7-10里面的A圖 那這就是一個 雜控的D型酸素的D型酸素的詳細的線路圖 那這個線路圖如果各位仔細看一下的話 跟先前曾經介紹過的哪一個東西呢 跟先前曾經介紹過的雜控的SR型酸素 去做一下比較 先前所介紹的這個雜控的SR型酸素的線路圖 在7-8里面 在圖7-8里面 那如果各位呢 把這個 圖7-10這個雜控的D型酸素的線路圖 跟先前圖7-8所介紹的雜控的SR型酸素的線路圖 做一下比較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到這個部分 像紅筆所圈起來這個部分 其實就先前所講的雜控的SR型酸素 這紅筆所圈起來這個部分 也就是對照到下一頁投影片 我們已經用紅色線條 寬起來這個部分 其實就先前所講的雜控的SR型酸素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只要用 先前所介紹的雜控的SR型酸素 再多加上一顆反雜 就可以做出雜控的D型酸素 只要用雜控的SR型酸素 多一個反雜 就可以做出雜控的D型酸素 那麼這個也就是我把課本上面的這個圖 7-10 A圖 我把改化成這些投影片這個圖 也就是 課本上面圖7-10 A圖 就等於現在投影片上面這個圖 也就是用一顆 雜控的SR型酸素 多一個反雜 你就可以做出雜控的D型酸素 好 我們就用這個圖來說明 為什麼這樣子做 你只要用一個雜控的SR型酸素 就可以做出一個雜控的D型酸素呢 它的運作原理是什麼 第一個 這頁投影片解釋的是什麼 這頁投影片解釋是說 如果1N這隻腳 你給他一個非智能的訊號的話 那你如果給他一個非智能訊號的話 一個雜控的雜鎖 你如果1N給他非智能的訊號的話 那這個雜鎖應該關掉 也就雜鎖的輸出狀態應該保持原轉 那我們現在解釋為什麼它會保持原轉 因為你現在1N這隻腳 給他第一點訊號 那告訴我們說你後面所接的這一顆 雜控的SR型酸素是啟動的還是關掉的 是關掉的狀況 對不對 你後面所接的 這個雜控的 這個SR型酸素 它是被關掉的 那被關掉的話當然 一定是會保持原轉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如果1N這隻腳 1N這隻腳 如果今天你給他一個 智能的訊號 Active 的訊號 那你如果給他一個智能訊號的話 那我們知道說這個雜鎖是啟動的 那我們現在就要解釋 這個時候這個雜鎖確實沒錯 符合我們所要的這個什麼東西 D型雜鎖的要求 當然我們剛剛講的 你1N給他一個智能訊號 這個智能訊號送進來之後 後面所接的 這顆雜鎖是被啟動的 換句話說 後面所接的 這顆雜鎖是被啟動的 一個狀況 那被啟動的一個狀況的話 各位看一下 螢幕上面呢 我現在已經用紅色筆 所寫的 如果D 這隻腳 是 高電位 那後面所接的這個SR型雜鎖 S跟R 分別收到 高電位 低電位 代表說什麼事情 代表說 後面所接的這個雜鎖 只要有一個 觸發 抱歉 後面所接這個雜鎖 它的狀態 應該會切換到 設定的狀態 也就是高電位輸出 這沒錯 這符合 D型雜鎖的要求 對不對 D型雜鎖要求 就是說呢 當你D 這隻腳是在一個 智能的狀態的時候 這個雜鎖狀態 應該是一個 設定的狀態 那確實 沒有錯 那 至於這個 如果D這隻腳 你給它一個 非智能的訊號 那我們先前講的D型雜鎖的話 它的輸出 應該是會送出 重置的狀態 那這個很容易都可以解釋出來 你只要看一下 後面這SR 是R 這隻腳 實在是一個智能的狀況 所以沒有錯 是在 reset 的一個狀況 那這兩頁的投影片 是在解釋什麼東西 我們所補充這頁頁的投影片 是在解釋 課本上面的圖 7-10 挂號 A這個圖 他確實沒有錯 用五顆邏輯雜 接出來一個 雜控的D型雜鎖 好 那這雜控D型雜鎖的 線路圖的介紹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雜控的D型雜鎖的 這個立體 那我們看一下 立體7-3 立體7-3 是給各位一個雜控的D型雜鎖 那他所有的輸入端的波形都已知 還有這個雜鎖的初始狀態 也就是Q 一開始是D電位 初始狀態已知 那請各位把這個雜鎖的輸出端 這個波形會怎麼變化 請你把它分析出來 那我看一下這個例子 分析的過程 那這個例子跟上一個例子一樣 因為都是屬於雜控的雙鎖 只要是雜控的雙鎖 不管是上一個例子 SR型的雜控雙鎖 還是這個例子 D型的雜控雙鎖 只要是雜控雙鎖 我們只要去分析 1N這隻腳是在智能的時候的狀況 那也就是現在螢幕上面已經都已經用紅色筆標示的這幾段 紅色筆所標示的這幾段呢 就是這個1N這隻腳是在一個智能的狀態 只有這些區域 也就螢幕上面已經有紅色筆 畫了這幾段 只有這幾段你需要去檢查D的狀態 那如果D是高電位 也就螢幕上面用 綠色筆所標示的底彎 如果D是高電位 這個雙鎖的狀態 應該會切換到設定 所以這些區域呢 這個Q都會送出高電位訊號 也就現在綠色筆正在圈的這幾段 我們分析出來了 這個雙鎖會送出 高電位的訊號 那如果 這個D是低電位的話呢 那如果這個D是低電位的話呢 就螢幕上面現在用這個 藍色筆所標示的這幾段 那D是 D電位 那D是D電位的話 這個雙鎖狀態會切換到重置的狀態 所以這個雙鎖一定都會送出 D電位訊號 也就螢幕上面我們用 藍色筆圈起來的這幾段 我們分析出來 已經確定了 這個雙鎖會送出 D電位訊號 好 那所有其他還沒分析到在哪邊 我們其他還有一些 段落 還沒分析到 那所有其他還沒分析到 就是1N這隻腳是怎樣 1N這隻腳是D電位 所有其他的部分 有哪些地方 那所有其他地方 還沒分析到 那所有其他還沒分析到部分呢 也就雙鎖是關掉的 他的狀態 一定是保持 圓狀 所以我們看一下 題目告訴我們說一開始 是D電位 保持圓狀 對不對 然後這邊 已經是高電位 保持圓狀 那接下來呢 這邊已經高電位 抱歉 D電位保持圓狀 再過來這邊 是高電位 保持圓狀 所以這樣子我們把所有其他還沒分析到了 也就雙鎖是關掉的地方 他會保持圓狀 那通通把它分析出來了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把這個雙鎖的輸出端 他的波形 把它分析出來 那這是雜控的D型雙鎖的例子 好 那到這裡為止 我們三個雙鎖 也就是這個SR型雙鎖 雜控的SR型雙鎖 跟雜控的D型雙鎖 全部介紹完畢 同學有沒有問題 這個部分雙鎖的部分Lach 你的問題是說 因為課本上面例子是用 SR型雙鎖來消除彈跳 那你是說可以用其他的雙鎖來消除彈跳是不是 應該是可以 但是其他的那種例子 其他課本我倒是很少見到 我覺得應該都是可以 基本上他 最主要要用到原理就是利用到他的記憶能力 彈跳的時候彈開的時候他還會記住 先前狀態 維持原來狀態 那最主要原理就是利用到這個 這樣可以吧 那雙鎖的部分 就介紹到這個地方 那雙鎖介紹完畢之後接下去 我們要來介紹 正反器 Flipflop 那正反器的部分 同學 已經有一點概念了 因為上個禮拜實習課就是做正反器 對不對 所以正反器部分在上個禮拜的實習課 助教已經有跟各位做介紹了 所以正反器部分跟各位已經稍微有一些 基礎的底子在這地方了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看正反器 那我們直接先跳到這頁投影片 圖7-13 那圖7-13直接就已經把我們 在這一章裡面所要介紹的所有的正反器 通通已經列在圖7-13裡面了 那最左手邊這個是 SR形的正反器 中間這個是D形的正反器 那最右手邊這個是什麼 JK形的正反器 那基本上我們所有正反器 就是介紹這三 這三種正反器 當然同學現在已經發現到了 我們先前有講SR形的雙鎖 這裡有跑出SR形的什麼 正反器 對不對 那基本上SR形的雙鎖跟SR形的正反器 有蠻多地方的定義 是一樣的 同樣的 我們先前有介紹D型雙鎖 這裡又跑出D型正反器 那同樣的 D型雙鎖跟D型正反器 也都有很多地方的定義是相同的 那最後一個要介紹正反器 是JK型正反器 那這個基本上呢 就是我們所要介紹的 正反器就是這三個 那我們先看一下正反器的符號圖該怎麼畫 那基本上呢 正反器跟雙鎖一樣 輸出端 絕對都是有畫這些東西 我們用綠色筆畫出來 圈起來這些地方 不管是雙鎖還是正反器 都是有相同的這些輸出的定義 那我們看一下輸入端的部分 如果是SR型的正反器 還是SR型的雙鎖 那都是代表有S跟R 如果是D型的雙鎖 或D型的正反器 都是會有D 那 JK型正反器 當然就是會有 J跟K 就是會有J跟K 那在最後呢 正反器 跟雙鎖 在符號圖上面 最大的區別就是正反器 有 現在 藍色筆圈起來的 A條線 藍色筆圈起來的 這條線 那麼這是在符號圖上面的 正反器跟雙鎖 最主要的區別的地方 正反器跟這個雙鎖 在符號圖上面 最主要區別就是有 藍色筆圈起來的 這一條 輸入的線 那這一條輸入的線呢 正確的畫法是怎麼畫呢 當然就是 要有畫一個三角形 在這個地方 一個三角形在這個地方 然後呢習慣上面呢 會用什麼東西來標示 在這本書裡面 作者是用C 那常見的其他的標法呢 有的是標程CLK 那不管是標程C還是CLK 其實都是指 Clark 這個字的縮寫 所以不管是標程C 還是標程CLK 都是指Clark 這個字的縮寫 Clark 的話我們中文是把它翻譯為什麼 翻譯為 時脈 把它翻譯為這個時脈 那這個是 正反器的符號圖該怎麼畫 那當然 這隻腳我們剛才講的 正反器 跟 雙鎖在符號圖上面最主要差別 就紅色筆圈起來的這隻街角 那這隻街角畫法當然有兩種畫法 一個有圓圈的 一個沒有圓圈的 差別一個是有圓圈 一個沒有圓圈 那有圓圈跟沒有圓圈的差別是在哪裡 就是所謂正圓觸發 還是 負圈觸發 今天如果是沒有圓圈的話 就是所謂 正圓 觸發 所謂這個 正圓的一個 觸發 那如果有出現圓圈的話 就是所謂這個什麼 負圓 的一個 觸發 負圓的一個 觸發 那等一下 我們會用第一顆 所要介紹的第一個正反器 SR型正反器 會跟各位解釋什麼叫正圓觸發 什麼叫做負圓觸發 所以基本上 圖7-13 已經把我們所有要介紹的 三顆正反器 的符號圖 已經統統放在圖7-13 裡面 那首先我們先來介紹 SR型正反器 SR型正反器在圖7-13 最左側的 這兩個圖 也就這些投影片 這些投影片 圖7-13 裡面最左側的 那這些符號圖該怎麼畫 我們剛剛已經跟各位說明了 SR型正反器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SR型正反器 要具有什麼功能 他的正值表 各位可以在 7-2 表格 應該在課文上面367頁 這個表格7-2的地方 應該可以找到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正元觸發的 SR型正反器 他的 功能該具有什麼 也就是說有怎樣的輸入 才會產生怎樣的輸出 他該具有怎樣的功能 這個功能 這個功能 我們經常都用真值表 來表示 這個Truth Table 那今天呢 這個SR型正反器 其實跟我們先前所介紹的 SR型 雙鎖 其實 非常相似 很多功能 非常相似 那相似的地方在哪裡 如果 只有 S 這隻腳 是在一個 智能的狀態的話 也就 S跟R 只有S 這隻腳 是個智能狀態的話 我們是期望 這個正反器的狀態 應該要改成 設定狀態 也就是 Q要送入高電位訊號 那如果是 只有R 這隻腳 你給他一個 智能的訊號的話 如果只有R 這隻腳 你給他一個智能訊號的話 我們是希望 這個正反器的狀態 變成是 重置的狀態 就是Q 要送出 低電位訊號 那如果 S跟R 這兩隻腳 如果S跟R 這兩隻腳 都是 非智能的狀態 的話 也跟以前的雙鎖一樣 我們希望 這個正反器的狀態 會保持 圓轉 那當然在這裡 作者寫一個Q 然後有個下標0 一個下標0就代表說 跟先前狀態 一樣 相等保持狀態 所以像螢幕上面所標示這幾個地方 其實都跟以前雙鎖 的要求怎樣 一樣 對不對 SR型的正反器也跟SR型雙鎖一樣 有一個組合 你絕對不可以用 就是S跟R怎樣 兩隻腳 你同時都在一個智能狀態的時候 不管是正反器 還是雙鎖都是一樣 它會輸出 正反器比雙鎖還更嚴重 它輸出的訊號會有什麼東西 還不可預測 不一定 總之這個組合絕對怎樣 不可以用 所以這些部分 正反器跟雙鎖都一樣 那麼正反器跟雙鎖 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在 什麼時候可以進行 狀態的改變 這是到不一樣的地方 雙鎖需不需要觸發 不需要 換句話說 今天雙鎖 我們先前所介紹的雙鎖 基本上 他需不需要觸發 他不需要觸發 No need to trigger 他不需要觸發 反正例如說 我們例如說我就用這個 SR型 的雙鎖來解釋好了 你只要S跟R 這兩隻腳 輸入什麼訊號丟進去 那麼這個雙鎖會送出 Q會送出什麼東西 馬上反映出來 他需不需要觸發 不需要 我們先前所介紹雙鎖 不需要觸發 你今天輸入端 S跟R 有什麼東西變化 那麼輸出端 Q 馬上就反映出來 他不需要觸發 但是今天 如果是一個正反器 正反器我們經常就是用 縮寫FF在表示 同樣我用這個 SR型的正反器 你今天S跟R 輸入的狀態 改變之後 請問一下Q 會不會馬上反映出來 不會 他還需要什麼 他需要一個觸發的訊號 換句話說 他一定需要觸發 他需要觸發 也就透過clock 的輸入 去觸發 觸發之後 Q 才會 反映出來 一定必須要有一個 觸發訊號 正反器 才會反映出來 那麼這就是正反器 跟雙鎖 不同的地方 雙鎖 你的輸入改變了 雙鎖狀態 馬上跟著改變 馬上反映 但是正反器 你的輸入改變了 正反器會不會馬上反映 不會 還必須等到有一個 觸發的訊號出現 他才可以 改變 所以我們回到剛剛所講的地方 所以各位可以發現到 這個部分 就是 正反器 不一樣的 地方 先前在介紹雙鎖的時候的真字表 有沒有這個部分 沒有 所以這個部分 就是正反器跟雙鎖 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像是正緣觸發 所以必須要有個正緣的訊號出現的時候 必須要有個正緣的訊號出現 也就是你丟一個 脈衝進去 然後在正緣的這個訊號出現的時候 這個正反器的輸出 才會反映出來 那如果是復原觸發呢 底下這個是復原觸發 那復原觸發 基本上就是說 看到了這個復原的訊號的時候 正反器 才會 反映出來 所以正反器 跟雙鎖 其實很多地方都一模一樣 那他唯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 正反器 需要有一個 時脈的觸發訊號 正反器才會 改變 他的輸出的狀態 那雙鎖需不需要 雙鎖不需要 雙鎖不需要 雙鎖不需要觸發 那這個課本上面 這個表格7-2 介紹的是這個 SR型正反器 他的這個功能 用一個正值表來表示 那接下來 這幾頁同學我們先跳過去 我們先看例子 例子講完之後再回來看 剛剛跳過去的同學片 我們看一下例題7-4 例題7-4是說 給各位一個 正元觸發的 SR型正反器 給各位一個正元觸發的 SR型正反器 這個正元觸發SR型正反器 所有輸入端的波形 通通已知 所有輸入端 波形都已知 還有這個輸出端 的這個初始值 等於多少 也已知 那請各位把這個正反器呢 它的輸出端的波形 把它分析出來 把它的波形 把它分析出來 那麼看一下這個要如何去分析 那各位要記得一件事情 正反器 只有在什麼時候 才可以做 狀態的改變 觸發的時候 所以 碰到這方面的問題 你在分析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 你要看清楚 你現在手頭上面所拿到正反器 是正元觸發 還復原觸發 那我們現在這個例子用的是什麼 正元觸發的正反器 所以我們是一個正元觸發正反器 所以換句話說 各位只要去分析正元的時候 這個時脈的訊號 在正元發生的這個時候 你只要去抓正元發生時候 所以只要根據這個正元發生時候 去做分析就好 你只要去檢查 在這個時脈有正元出現時候 這個S會等於多少 R會等於多少 你只要去檢查這些地方就好 因為 只有在 觸發那一瞬間 這個正反器 才可以進行狀態的改變 只有在觸發那瞬間 S跟R的訊號 能夠決定正反器怎麼變 所以你只要去檢查這些地方訊號就好 例如說 第一次的觸發 你檢查S是低電位 R也是低電位 所以告訴你說 第一次的觸發 這個狀態會不會變 不會變 至於不會變他到底是高電位 低電位 沒關係 等一下我們再 做最後的決定 但總是第一件事情你先判斷出來 第一次的觸發 是保持軟轉 同理 我們再來看一下 第二次的觸發 第二次的觸發 S是低電位 R是高電位 所以這次的觸發 正反器的狀態 一定要切換到哪裡 重置 就是Q是低電位 對不對 同理 你再去分析 第三次觸發 第三次觸發的話 S是高電位 R是低電位 所以這次觸發 正反器的狀態 一定要切到哪裡 設定 也就 Q 等於 高電位 對不對 那以子類推下去 請各位把這六次觸發的結果會做什麼 你先把它分析出來 那也就紅色筆 全起來這個地方 會做什麼事情 你先把它分析出來 那這些東西通通分析出來之後接下去 你就可以去把 這個波形圖畫出來 那怎麼畫呢 題目告訴我們說 一開始是低電位 記得一件事情 正反器只有在觸發的時候 可以改變狀態 所以換句話說 在觸發之後 一直到下一次觸發之前 永遠怎樣 永遠保持圓轉 所有正反器都是如此 你在觸發之後 到下一次觸發之前 永遠都是怎樣 保持圓轉 所以呢 今天一開始是低電位 一直到下一次觸發 永遠保持什麼 低電位 對不對 噴到第一次觸發 我們剛剛分析出來 結果是什麼 保持圓轉 因為原來是低電位 保持圓轉 還是什麼 還是低電位 那這個低電位又保持圓轉 到下一次觸發 那第二次觸發 我們剛剛分析出來 結果是什麼 重置 Q要變成低電位 那原來低電位 你再把它變成低電位 還是什麼 還是低電位 好 那這個低電位 再保持圓轉 到下一次觸發 那下一次觸發 我們剛剛分析了 設定 應該變成什麼 要變成高電位 那這個高電位 再保持圓轉 到下一次觸發 那下一次觸發 我們剛剛分析的 重置 要變成什麼 要變成低電位 對不對 然後觸發結束之後 保持圓轉 到下一次觸發 那我們剛剛分析的 設定 變到什麼 高電位去了 那這個高電位 再保持圓轉 到下一次觸發 我們剛剛分析的 又是設定 原來高電位 你把它設定 還是高電位 那這個高電位 繼續保持圓轉 到下一次觸發 那這樣子 你就可以把這個正反器 的整個這個輸出的結果 分析出來了 那這個同學有沒有問題 就正反器跟先前所介紹的雙鎖 是不是不一樣 他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什麼時候可以改變 只有在什麼時候可以改變 觸發的時候 只有在觸發的時候 他可以改變 好那這是我們先看 課本上面這個例題7-4 先讓透過這個例子 讓各位了解一下 SR型正反器 跟先前所講的雙鎖 差別在哪裡 那這個部分結束之後 我們回到前面 挑過去的投影片 請問一下 正反器怎麼做 怎麼做出正反器 如何把正反器做出來 答案在圖7-17裡面 那圖7-17裡面 A圖 告訴各位說 如果今天 你先用四顆邏輯砸 接出 紅色框框裡面這個線路 那接出來之後呢 再多加上另外一個線路 也就是這個藍色 箭頭所指的這個線路 那這個線路呢 作者一開始 跟你講說這個線路 實際上面的線路圖 是什麼 只跟各位先講這個線路 名稱 稱之為 PERS Transition Detector 換句話說你只要用四顆邏輯砸 先用四顆邏輯砸 接出 紅色筆所標示的這個部分的線路 然後再多加上一個 PERS Transition Detector 那你就可以做出 一個 SR型正反器 這是圖7-17 裡面的 A圖 那圖7-17 裡面的A圖 如果各位仔細看一下 這個紅色框框裡面的東西 其實就是以前我們所介紹什麼東西的 已經是先前介紹 今天所講的 紅色框框裡面的東西 雜控的 SR型雙鎖 這紅色框框裡面的東西 其實就是我們先 已經就是今天 先前所講的 雜控的SR型雙鎖 所以換句話說 圖7-17 裡面A圖告訴各位件什麼事情 你只要把雜控的SR型雙鎖 再加上一個 PERS Transition Detector 就可以做出一個 SR型正反器 你今天要做出一個 SR型的正反器 你就是需要去拿一個 雜控的SR型雙鎖 然後加上一個 PERS Transition Detector 就可以做出 SR型正反器 那麼在這裡呢 什麼叫做 PERS Transition Detector 什麼叫做PERS Transition Detector 這個部分 請各位看一下 下一頁投影片 那 這一頁投影片 上半部的圖形 就是我剛剛已經解釋了 你要做出一個 SR型正反器 你就是拿 第一個先拿一顆 雜控的SR型雙鎖 第二個 接上一個 PERS Transition Detector 那你就可以做出 SR型正反器 那麼現在要跟各位解釋就是說 PERS Transition Detector 是什麼東西 那PERS Transition Detector 它要求是這樣子 它要求是這樣子 如果今天這個輸入端 你丟了一個 訊號丟進去 那這個訊號 裡面有出現一個 脈衝PERS 丟進去 那麼它的輸出端 也會送出 一個脈衝 它的輸出端 也會送出一個脈衝 但是這個脈衝要求怎樣 你輸入端如果丟一個PERS進去 它的輸出端也會產生一個PERS出來 但是它有一個要求 什麼要求 它希望第一件事情 他們的這個邊緣對齊 這是第一件事情 希望這個邊緣對齊 第二件事情要求什麼東西 要求 這個輸出的這一個 脈衝的 寬度 要求怎樣 必須要非常非常的小 甚至 我希望各位直接用微積分的觀念的極限去解釋 換句話說我希望這個Delta T要怎樣 這個Delta T要趨近於零 你希望它輸出端送出一個寬度 非常窄非常窄的脈衝 PERS出去 請問一下 後面所接的這一顆 雙鎖 只有在什麼時候會啟動 後面所接的這個雙鎖只有什麼時候會啟動 當然你這裡必須要給它高電源訊號它才啟動嘛 就是 這個地方嘛 對不對 就是這個地方嘛 對不對 然後各位再想一下 我們現在要求Delta T怎樣 現在螢幕上面所畫的是誇張的一個狀況 實際上我們希望Delta T趨近於怎樣 趨近於零 對不對 所以換句話說 後面這個雙鎖只有在什麼時候啟動 在一個非常短非常短時間 啟動而已 對不對 那相對照到 Clark的波形好像就是對照到只有發什麼時候啟動 是不是就只有在正元出現在瞬間啟動而已 對不對 當這個Delta T趨近於零的話 就相當於說後面所接的這個雙鎖 只有在這個正元出現的 那個很短暫時間被啟動而已 所以換句話說後面這個雙鎖只有什麼時候可以進行狀態的改變 就是這個Clark 正元出現的時候可以進行狀態的改變 這樣瞭解吧 所以今天我們只要把一個雙鎖加上一個所謂PERS全世界群detector 就可以把它變成是一個正反機 最後一件事情請問一下 怎麼做出PERS全世界群detector 我要他送出一個脈衝 這個脈衝的Delta T又希望他怎樣 非常小 理論上面來講希望他 B近於零 對不對 怎麼做 答案在哪裡 答案在 B圖裡面 用三顆邏輯砸就可以做出來 意思就是說這裡 你丟進去一個脈衝 這個輸出端 也會送出一個脈衝 這兩個脈衝會怎樣 這裡會對齊 然後這兩個脈衝會怎樣 這個寬度 這兩個脈衝會 會非常非常地小 幾乎趨近於零 只要用三顆邏輯砸這樣接就可以 那這裡最主要他是用到什麼東西 最主要他用到低科邏輯砸的延遲的問題 用到低科邏輯砸的延遲的問題 因為真實的邏輯砸一定會有延遲的問題 什麼意思 今天一個反雜 你輸入這樣一個訊號 請問一下輸出我們是不是畫成這樣子 對不對 那我們都假設什麼 我們是不是假設這一次對齊了 對不對 那這是一個所謂理想的邏輯砸 但是真實邏輯砸會不會對齊 不可能 真實邏輯砸絕對有反應延遲的現象 那這是各位就看到這裡有沒有對齊 有沒有對齊 沒有對齊 所以這裡呢 就是一個延遲的問題 那各位就把這一個 這兩個訊號 丟進去 下一顆邏輯砸 那下個邏輯砸就會產生這個東西出來了 那麼換句話說這樣子你就可以產生我們所要的這個東西出來了 那這個東西呢 Delta T 非常非常的小 那這個時候Delta T 有什麼東西才決定 抱歉不是少 應該是小 這Delta T很小 完完全全就是有這顆邏輯砸的延遲的問題所造成的 當然一顆邏輯砸延遲 大不大 很小 一顆邏輯砸的延遲是非常小的 換句話說它可能只有一個 Minisecond 一個非常小的延遲 所以就會造成假設 它的延遲 只有一個Minisecond 的話 那麼這裡就會造成一個 Delta T 是等於一個 Minisecond 一個非常窄的 賣充 出來 那這樣子就可以做出我們所要的 Pulse Transition Detector 那 換句話說呢 你只要能夠做出一個Pulse Transition Detector 那這個Pulse Transition Detector 加上 一個酸鎖 你把Pulse Transition Detector 加上一個酸鎖 就可以做出 我們所要的 正反器 好 那我們今天介紹到這裡 被出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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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辱